大家好,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 说到皮蛋,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吃 因为不但味道鲜美,而且营养丰富 可是很多人在挑选皮蛋的时候,没有方法和技巧 挑回来的皮蛋松垮垮的,蛋壳不但难剥 而且还非常的难吃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怎么样挑选皮蛋,以及怎么样剥开皮蛋和切割皮蛋 我们在挑选皮蛋的时候,一定要拿起来抛 要是抛动的话,弹手的话 就说明了这个皮蛋里面的柚子很有弹性,很Q哦 要是不弹手的话,那肯定是一个不太完好的皮蛋 我们刚刚挑选的这个就是非常完整好的皮蛋 那在剥皮蛋的时候,我们应该怎么剥的技巧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,不要剥完 这边呢,剥出一大框,然后后面会有个小洞 就这么一吹 好,非常的完美啊 看到没有,皮蛋就自然的脱落了 还不用剥那么多 这次我们在切皮蛋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要是你直接切的话 那么的话,就会把皮蛋的心粘到了刀上面 非常的麻烦啊 所以我们在切皮蛋的时候,一定用开水烫个刀 让刀的温度达到挺高的,七八十度就可以切了 这样切出来的皮蛋,又鲜美又好看 好了,今天呢,小麦娇就分享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,就赶紧分享给你的青年和朋友吧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